哥哥,我们来玩躲猫猫吧 好呀,我先来躲,你先转过去数到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不在床上,也不在门背后 哥哥到底躲哪里去了 哈哈,我在这呢 哥哥,你躲得太好了 现在轮到你躲了 一,二,三,四,不在这里,也不在这里 弟弟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哈哈,哥哥,我在这呢 哇,弟弟,你躲得真是太好了 哈哈,躲猫猫真是太好玩了 我喜欢躲猫猫 我也喜欢 屏幕前的小朋友,你喜欢躲猫猫吗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吧 小小帅,快过来吧 哦,我的头被卡住了 小小帅,你别着急 我马上去找大人帮忙 爷爷不好了 小小帅的头被卡住了 他在哪里,赶紧带我去 小小帅,你别动 我马上就你出来 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我没事,没有受伤 没事就好 是谁想到好好的路不走 来钻这个护栏的 是,是我 你的搜主意害得小小帅卡住了脑袋 多危险啊 你们一定要吸取这次的教训 以后千万不能再钻护栏了 记住了吗 我们记住了 一,二,三,四,五,六 刚刚是什么东西,太可怕了 哈哈,别害怕 只是蝙蝠而已 蝙蝠,我,我要回家 蝙蝠有什么好怕的 这是里面的吸血鬼 都是蝙蝠变的 那都是假的 数据上根本没有吸血鬼 可是我好怕 它们撞在我身上咬我一口 哈哈,它们才不会撞到你呢 可是刚刚那些蝙蝠 都快飞到我脸上来了 你放心吧 蝙蝠可比我们灵敏多了 才不会撞到你呢 蝙蝠会发出一种我们听不到的声波 叫做超声波 超声波碰到东西 就会反射回蝙蝠的耳朵里 它就知道前面有东西不能撞上去 所以即使在黑的夜里 再小的东西 它都不会撞上 更别说你那么大一个头了 可是蝙蝠整得也太丑了 你别看它丑 它可是吃蚊子吃害虫的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以后再也不害怕 也不讨厌蝙蝠了 哈哈,这就对了 小小赛 你打喷嚏的时候 把口水都喷到我脸上了 真是太恶心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去拿紫巾 它掉不就行了 哇,今天中午又有牛排 又有薯条 真是太丰盛了 我也最喜欢 完了完了 我最喜欢的牛排和薯条上 全是你的口水 我没法吃了 发生什么事了 小小赛打喷嚏 把口水喷到我的午餐里了 刚刚打喷嚏也喷了我一脸 小小则别哭了 我给你换一份新的 小小赛 吃完饭到办公室来找我 老师 我又不是故意 把口水喷到他们脸上和碗里的 打喷嚏的时候 我也忍不住呀 想打喷嚏 不用忍着也忍不住 但是一定要记得 转过身体 用手背捂住嘴巴和鼻子 这是基本的礼貌 老师 我刚刚那样打喷嚏对吗 非常正确 以后打喷嚏也一定要这样做哦 记住了吗 我记错了 小小泰 你已经玩了很久游戏了 快停下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不要 游戏真是太好玩了 我还要玩 不行 好吧 小小泰 刚玩好手机又来看电视 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眼睛呢 真是太不懂事了 好吧 开学后 孩子们 暑假在家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我画了美丽的图画 小小泽 你真棒 我学会了搭积木 小小小赛 你真厉害 我 我每天看电视玩手机 配了眼镜 哎呀 猜一个暑假没见 你居然近视了 我也想吹口琴 能给我玩吗 当然可以 你玩吧 我不想吹口琴了 我要玩卡牌 那好吧 我去玩别的玩具 我不玩卡牌了 我要玩这个玩具 你怎么这样啊 我玩什么你就玩什么 我不玩了 哥哥你先玩 等你玩好了 我再玩 小小迪和小小蜜 真懂事 小格力乔 你总是和哥哥 抢玩具玩 你应该多向小小迪 他们学习 我会向他们学习的 小奥特曼们 我带回来一个新玩具 你们谁先玩呢 哥哥 你先玩吧 等你玩好了 再给我玩 妹妹 你今天怎么这么懂事啊 因为我看到了 小小蜜和小小迪很懂事 所以我要向他们学习 妈妈妹妹 老师再见 再见 奶奶 老师再见 小小胎再见 妈妈 老师再见 再见 我爸爸怎么还不来 别着急 可能是路上堵车了吧 我要去上个厕所 你先在这等一下 别乱跑 你好呀 小小迪 我是你爸爸的同事 小托叔叔 你爸爸要加班 所以让我来接你 好的 谢谢叔叔 那我们走吧 小小子 你去哪里 我爸爸的同事 小托叔叔来接我回去 奇怪 小托叔叔去哪了 你爸爸刚给我打电话说 他快到了 怎么可能让同事来接你呢 那刚刚那个到底是谁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他可能是人贩子 什么是人贩子 就是专门抓小孩 卖小孩的坏人 被他们抓走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刚刚还好 我及时出来 不然你就要被骗走了 真是太可怕了 以后没有老师的允许 我再也不跟陌生人走了 哪怕知道我名字的也不行 小小胎 在怪兽动物园里 要保持文明 不能故意惹他们生气 好嘛 你啰嗦舅舅快到了 你先在这等一下 我去怪兽动物园门口接他 好的 冰淇淋真好吃 你没得吃 不好 是小小赛 我们快去救他吧 兄弟之力 和二为一 极致半身 星色宇宙 罗布奥特曼 小小赛 下次一定要当一个文明的游客 千万不能再像今天一样 故意去惹怒怪兽动物园里的怪兽 怪兽发起怒来 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我记住了 下次我再也不敢这样了 看 我想 CI princip 还